最后升官者第二部PS5重制版 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讲一下 第一发布时间 2024年1月19号 2023年12月5号开始预售 美墨2PS4版发布时间是2020年的6月19号 时隔三年半 第二发布平台 目前是PS5独占 估计是现实独占 一年左右估计会上PC 第三价格 目前没有公布 不过我们可以参考普通PS5版游戏的价格 以及美墨一代重制版PS5版的价格 是568港币 另外还有一个升级的价格 是10美元或者80港币 如果你有美墨2的PS4版的数字版 或者光盘版 可以付费80港币 升级到PS5重制版的数字版 但是玩的时候需要放入PS4盘 才可以玩 第四美墨2的PS4版数字版不会再打折了 甚至会下架 因为美墨2PS4版的数字版曾经最低到过77港币 现在索尼已经官宣了美墨2的PS5版 索尼那么抠门 如果它还能让你以77加80港币能玩到美墨2PS5版 那它的568港币原价游戏卖给谁行 我估计玩皮狗会采用神秘海域的做法 有PS4版的玩家花80港币升级到PS5版 然后把PS4版的数字版下架 第五个问题 美墨2PS4版和PS5的重制版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看官方说法 第一 图形增强 原生的4K属出 这是高保质模式 估计是30帧 性能模式从以前的1440P变成了4K 但是各位要注意 我从索尼官方博客看到的这个词 变成4K或者升级4K的这个单词 用的是upsell 4K 不是原生4K 它的意思可以理解成 把相对低分辨率的2K或者1080P 用类似于DLS的方式变成4K 反正比以前的2K要好就对了 虽然它不如原生的4K 但是它也是基于2K到4K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 还有它支持VR 估计和蜘蛛侠2一样 在120帧的屏幕上可以实现高保质的4K 40帧 还有提高了纹理分辨率 更高的层次细节距离 改进的阴影质量 动画采样率等等等等 还有更短的加载时间 支持PS5手柄的触觉反馈和自适应扳机 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模式 这么来看 美墨2PS5重制版要比神秘海域4的PS5版 它的升级的点要更丰富 那实际画面怎么样呢 如果是我给打分 美墨1的PS4重制版给60分 美墨1的PS5版给100分 美墨2的PS4版我给85分 美墨2的PS5版给100分 那最后一个问题 美墨2PS5重制版买不买呢 我之前有一张美墨2的PS4的盘 当时花199买的 到现在还没通关 但是已经达到IP线了 我一定会升级的 因为美墨2的重制版可以直接继承PS4的存档 我可以继续接着玩 也可以重新玩 如果你没有玩过美墨2 之前也没买过数字版或者光盘版 一直在等入户的同学 这次恐怕要着急了 之前你连77港币的数字版都没下手 这次想玩的话 建议直接买PS5的光盘版 另外友情提示一下 美墨2的PS4的盘早就买不到了 全新的和二手的都是禁售的 早就禁售了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如果有遗漏或者错误之处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